世诗纪第21章 以色列人在米斯巴曾经启示说 我们中间不可有人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变亚敏人做妻子 众人来到伯特利 在那里坐在神面前直到晚上 放声大哭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 今日以色列中缺少了一个支派 为什么在以色列中发生这事呢 次日 众人清早起来 在那里筑了一座祭坛 献上凡祭和平安祭 以色列人彼此说 以色列各支派中 谁没有与会众上到耶和华面前来呢 因为他们曾经起过很严厉的事 说 不上米斯巴到耶和华面前的 必把他处死 以色列人为他们的兄弟变亚敏男过 说 今天以色列中有一个支派被剪除了 我们曾经指着耶和华起过世 必不把我们的女儿给变亚敏人做妻子 那么现在我们当怎样办理 使他们剩下的人有妻子呢 他们又彼此问 以色列各支派中 有谁没有上米斯巴到耶和华面前来的呢 他们就发现激烈亚敏中 没有一人去到营中会众那里 众人被数点的时候 就发现激烈亚敏的居民中 没有一人在那里 因此 会众从永世中 拆派一万二千人到那里去 吩咐他们说 你们去用刀 击杀激烈亚敏的居民 连妇女与孩子都要杀 你们要这样行 你们要把所有的男子 和所有与男子同过房的女子 完全毁灭 他们在激烈亚敏的居民中 找到了四百个未曾与人同房 也未曾与男人同情的年轻少女 就把他们带到迦南地的士罗营那里 全体会众又派人到临门的磐石那里 对激烈亚敏人说话 向他们宣告和平 那时激烈亚敏人回来了 以色列人就把他们保留的激烈亚敏的女子 给他们做妻子 但还是不够 众人为激烈亚敏人难过 因为耶和华使以色列众支派中有了缺口 惠众中的长老说 激烈亚敏的女子既然都被除灭了 我们应怎样行 使那些余下的人有妻子呢 又说 激烈亚敏逃脱的人应有地业 免得有个支派从以色列中被消灭 但是我们不能把我们自己的女儿 给他们做妻子 因为以色列人曾经启示说 把女儿给汴亚敏人做妻子的 是可咒诅的 他们又说 看哪 每年在世罗都举行耶和华的节旗 世罗就是在伯特利的北面 从伯特利上事件的大陆的东面 在蒂波拿的南面 于是他们吩咐汴亚敏人说 你们去在葡萄园中设下埋伏 在那里观看 世罗的女子出来跳舞的时候 你们就从葡萄园出来 从世罗的女子中各抢一个做妻子 然后回汴亚敏地去 如果他们的父亲或是兄弟来与我们争论 我们就对他们说 求你们恩待他们吧 因为我们在战场上 没有给他们留下女子做妻子 而且这次又不是你们把女儿给他们 若是你们给的 你们就有罪了 于是汴亚敏人照样行了 按着他们的树木 从跳舞的女子中 抢抢他们做妻子 然后离开那里 回到自己的地业去 重建城市 住在其中 那时 以色列人离开那里 个人回到自己的支派和自己的家族去 他们离开那里 个人回到自己的地业去 在那些日子 以色列中没有王 个人都行自己看为对的事